一、宋晨辞职了,伎梁本来不想披着的,可看着站在办公室,微笑着却又固执的宋晨,伎梁还是赌气般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白死了,宋晨不过是个就呆了两年而已,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过来问他,宋晨怎么了?宋晨为啥辞职,宋晨去干嘛了? 他只是宋晨的上司而已,他怎么知道那人想去干嘛?下班后计量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愣愣不愣,思索着回忆着,他就只是看宋晨总是马脸笑容阳光帅气的模样不顺眼而敲了几回次而已,好吧不止几次,可这两年都过来了,为啥突然要走? 宋晨总是和办公室的那几个行人一起去吃饭,有时候也会和别人一起订外卖,却从没有和季梁一起吃过饭,除了全体聚会那次,他就那么不可接近吗? 每次看见宋晨和别人交头接耳,交谈圣花的模样,计量都忍不住泼一盆冷水,提醒那人认真工作,宋晨也不生气,朝他笑笑后,低头工作,计量却觉得更憋屈了,他承认,他可能动了心,可,有什么用呢? 二,再一次因为加班,没赶上饭点,计量订了饭拎至休息室,没想到休息室还有人坐在那里吃饭,他点点头,嗯,对面的就是那个经常和宋晨一起吃饭的两人了,计量忽然觉得有些吃不下饭,嗯,第一次发现对面这两人还挺面善,计量喝了一口温水,他,话这么多啊? 另一个人笑了笑,哈哈哈哈,每次送陈一大早过来上班,第一电视就是开饮水机,到夏天的基本没人喝热水,大概是因为想让部长你喝上热水吧? 他顿了顿,望着手中的水杯神色莫名,每天浇水,原来他之前的六盆多肉全是被淹死的,他点点头,嗯,因为那次休息室里的聊天,计量也开始渐渐的喝了一口温水。 如果下属们亲近了许多,偶尔也会一起在休息室里边吃饭边聊天,虽然通常是他们说,计量听,列表里的宋晨一直在写,点开对话框的计量,却只是翻着聊天记录,全是宋晨工作的汇报。 他毫不留情的挑刺,宋晨好生好气的一遍遍修改,计量没有发消息给宋晨,因为,不知说些什么,也不知该从何说起。 也许就这样了,即使是知道也许宋晨也,大概可能有些喜欢他,也就到此为止了吧。 毕竟,宋晨已经选择了放弃,选择了离开。 三,离宋晨辞职已经有一年了,计量又买了一盆鲜的多肉,这次没有再被淹死,只是早上刚到办公室的时候没有热血可喝,有些失落而已。 请上任的副部长说,最近有个新人要来面试,有过两年工作经典,让他一起去当面试官,计量倒了杯温水走去会议室,来面试的是宋晨,计量惊讶不已,握紧了水杯,低下头没吭声,听着副部长的询问,以及宋晨的回答。 恍如隔世,当年面试的时候,宋晨比现在要稚嫩一些,却是同样的自信满满,阳光帅气,一切都像再次回到一年前,计量又可以每天早上喝到热水,每天望着他的剁肉皱眉,又得换一盆一模一样的。 有些东西却已经变了,比如他不再去挑宋晨的刺,只是公事拱罢,熟悉的陌生,公事化的疏离。 宋晨和那群同事还是打得火热,只是偶尔会疑惑的妄想计量的办公室。 终于找到机会,宋晨端着午餐去休息室,他知道这时候休息室里只有计量。 计量抬头,嗯,休息室里太过安静,静得仿佛能听见自己加速的心跳声。 计量没有吭声,宋晨却开了口,总感觉宋晨要说出什么不得了的事情。 计量加快了吃饭的速度,宋晨减状笑了笑,宋晨将打开计量的水杯,递给计量。 计量接过水静静的喝着,宋晨望着他,计量盖上水杯盖, 头也不回的连起饭盒走出了休息室,宋晨望着他的背仰起了嘴角。 四,整个部门都知道了宋晨在追求计量,也都知道了计量没答应。 但看着宋晨每天殷勤又开心的模样,好事大概不远了吧,计量也知道他会沦陷, 却没有想到沦陷的这么快,这么彻底。 年关将近,部门又一次聚会,在公司不远处的酒店里。 计量作为部长,喝为不少,脑袋晕乎乎的闭着眼,坐在沙发上不想动。 宋晨以为他醉得不省人事了,就将他扶进酒店房间,给计量擦脸,为他喝醒酒汤。 计量虽然一直晕乎乎的,但被偷吻了的事,他还是知道的。 宋晨脱去了计量的外衣和鞋子,给他盖上被子后,自己也开始脱衣服,嘻嘻酥酥的声音忽然顿住了。 宋晨又穿上外套走出了房门,计量疑惑得起身套上外套,跟在宋晨身后走进了公司,自己的办公室亮起了灯,那人轻轻抚摸着多肉。 计量远远地站在门口满脸黑线哭笑不得,他该不该跟宋晨说,其实这是第九谈。 摇摇头离开了公司,计量漫无目的地走在街头,望着路灯下的人来人往,忽然觉得这个东京有些暖。 就在计量沉浸在夜色里时,手机铃声大作,他拿出口袋里的手机,电话那头传来宋晨慌乱不已的声音,计量计量。 你现在在哪?你现在怎么样了? 计量勾起了嘴角,我在酒店对面,这个小公园门口。 说完他挂断了电话,走到路灯下的木椅上坐了下来。 天空飘起了小雪,计量的心里前所未有的宁静,有些事情,事事后面对了。 哦,回答他的是计量的白眼以及冷笑,是,我是喝多了才答应的,你现在可以从我的床上滚下去了。 宋晨笑得像个傻子,紧紧的抱住计量,不管不管,你答应了就是答应了你答应了要和我在一起。 那天晚上,宋晨从公司回到酒店,发现计量不见了,心慌得厉害,颤抖着拿出手机打电话给计量。 听到计量的声音后才安心了一些,着急忙慌奔到小公园门口,计量安静的坐在那里,乖得不像话,于是他问,计量望向宋晨。 宋晨坐在了计量身边,他知道计量可能喝多了,所以才会这么乖,对他的态度才那么好,于是他像是想给自己找个机会一般。 再一次告白了,宋晨是很期待,却没有想到计量真的点头了,他开心的抱住计量笑开了眉眼,没有看见计量闭上眼睛扬起的嘴角,于是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盯着身边的计量不停的问, 在外,计量把他带到办公室,指着多肉,计量说完回到了办公桌前,没有再搭理宋晨。 不一会儿,宋晨从计量身后抱住计量,却喜的声音传来,计量顿了顿,愣愣的扒开宋晨的手,没有,没什么事的话,你可以出去工作了。 宋晨愉悦的望着计量红透了耳根和紧敏的唇,满满的爱意,促使他做了一件事,亲了计量一口,然后立马逃出办公室。 不是宋晨没胆,他是怕计量脑羞成怒。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